他住在你那儿多长时间 没交过房租啊 八年多 交你一年了 对啊 你这白吃白喝白拿呀 还偏一女朋友 跟人说要结婚啊 完全是寄生式的爱情 你画饼的目的 不是为了你们两个人 关系更长久 而是你能依赖他 时间更长一点 这样的在一起的两个人 请问你说爱我 我还能信吗 自己都养不活的一个人 谈和爱情 都没有能力立足 和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他谈和爱情 你现在真的 不应该是谈恋爱的阶段 你应该现在 真的踏踏实实想想 自己的人生方向在哪里 所以现在 你真的应该 好好地跟他说分手 好好地谢谢人家 你要真的欠人家钱 把该还的还了 咱们堂堂正正做个男人 顶天立地做个男人 自己靠自己的本事 能挣多少钱 吃多少钱的饭 这样你才有资格去谈爱情 懂了吗 谢谢 如果这个女生 愿意一直这么 所谓的养着你啊 但是会有抱怨 会有指责 你愿意一直跟着她吗 愿意 愿意是吗 如果有一天这个女生 离开你 你会不加任何的思索 同意 我没对你好 我走 如果我再过两年 还是这样的话 她该走就走 真的 你听着了吧 她到现在还在说 你愿意跟她分手 她都依然会用好话套着你 再给我点时间 我再努力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女生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因为最开始 我还在另一个电子公司碰到她 做得也挺贤 聊天也聊得很多 我直接问你吧 是不是挺能干的 对 家里家外都能干 对 你觉得她有本事赚钱 对 还能对你好 对 其实我跟她去做这番问答 是想告诉女生 她不光是嘴甜 骗你 其实她对你从头到尾 也没有什么喜欢 她就是觉得你好骗呀 这个骗倒不一定说是 特别严重地说 骗你的钱或者骗什么 但是你傻呀 几句好话 你就跟她跑了 工作也不要了 这么就养了她两年 我估计别的女生 遇到这样的男孩 说话不靠谱 人懒嘴甜 早跑了 你怎么能跟她好两年呢 你是要反省的女生 我真的是担心你 以后的人生路上会吃亏 我们真得脚踏实地一点 去生活 不能活在幻想中 你觉得一个长得还算可以 对你甜言蜜语的人 就可以接受他 对你所谓的好吗 你就可以付出你的一切吗 那你不是自己骗自己吗 因为我看不到他对你的爱情 如果这只是一个不靠谱 嘴上说话 没把门的 吹牛不上进的男生 但他爱你 对你好 照顾你 体贴你 我可能都想想 要不要再试一试 给他个机会 但他不是啊 他对你没有爱 所以我请你清醒一点 以后再有机会遇到一个男生 真的看他的好 不是看嘴 看他为你做什么 好不好 男生我就不多说你了啊 你如果想以后的人生 还能活出点人样 请你自强自力 勤快一点好好努力吧